所以軍方自己空軍將領 也有分成兩派 蠻久當時是尊重他們的討論 只要國防不定案之後 如果我們要外購 就只要外購 就不要再講那麼多了 結果到了2016年 他們又聽到另外一派的將領 說還是要自治的能力 否則到時候被中國打壓 然後我們拿不到一些零組件 然後關鍵的材料怎麼辦 還是我們自己要建構自己的能力 所以因為這樣的時間又拖了兩年 2016年上台之後 2017年到2018年 決定加速推展 永英高教肌的這個建構 我們自己研發 所以一直要說2024年 所以2017年18年確定了 蔡英文政府上台之後 確定拍板國際國照 然後可是建案要到2024年 本來如果去買的話 2020年2021年 就是我們現在在討論 這個件事情的時候 早就全部換裝 新的國外的高教肌了 但是我們現在講這個沒有用 因為民進黨執政 他們決定了說要用國際國照 我覺得我也支持 但是拜託你們速度快一點 然後速度不快的時候 同時又回過頭來 又再去把馬英九拉出來 你開馬英九當時偷偷拉拉 沒有買國外的教練機 等到我們民進黨執政之後 才來說我們要國際國照 他又不是靠我們國際國照 你國際國照 請問永英現在可以直接把 本來是說45架永英 33架給台東直航基地 12架給空軍官校的鋼艙基地 各一部分一個三分之一 一個四分之一個四分之三 這樣子去分配 請問你永英好了嗎 永英只有那一兩架的樣機做好了 你大規模逐批量產 你現在可以每天造一架出來 然後直接給空軍官校 跟自航基地用嗎 不行 不行 你就不要在那邊打嘴巴 噴口水沒有意義了 然後在那邊講說 馬英九拖了幾年 然後又是蔡英文上台之後 國際國照 你不想想你在那邊決定的時候 把之前全朝的這個 本來要外購的政策推翻 決定自己國照 你又拖了一兩年 那你還講什麼那麼多543